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將兩個一樣的均勻金屬球 融為一個密度均勻的大球 且融合後 它的密度變成原來的四分之一 就是說 R'比上R R是密度 M是質量 R是那個半徑 星球的半徑 就是那個金屬球的半徑 這個是等於四分之一 那麼它問金屬球表面的中力加速度 量子變為原來幾倍 我們曉得 這個金屬球上面的那個中力加速度 Z是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是R 平常是Z 大M 這個是中力長強度 就是中力加速度 那這個跟什麼程度比呢 因為M的話 是體積 乘以那個半徑 這是常數 這是上跟什麼程度比 R平方分之 體積是3分之4 Pi R三十八 再乘以R 這是M 這些都是常數 所以事實上 Z跟什麼程度比呢 跟這個R 一次方程度比 R平方可以消掉 而這常數 常數就不用看 因為我們是寫成程度比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金屬 金屬球表面的中力長強度 或中力加速度 跟那個金屬球的密度 還有金屬球半徑的程度比 好 現在 我從這個 變成 這個 G' 那這樣的話 這個是原來幾倍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 G' 除上多少 G 變為原來幾倍 就是R' R' R' 除以R' R' 那我們就知道 這個是這個 四分之一倍 所以是 四分之一 R' R' 除以R 那問題是說 這R'的話 是R的幾倍 這個的話 我們怎麼做 這個的話 因為它質量 首昂 這2m 等於M' 這2m 等於這個M' 好 那M等於M'的話 這個M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2 乘以多少呢 3分之4 πR三次方 乘以R' 那會等於多少 3分之4 πR'三次方 R' 那3分之4π可以消掉 所以我就曉得什麼 曉得R' 除以R' 的三次方 等於多少 就等於那個R' R' 2R' 除以R' 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是這個 四分之一倍 所以這個是4倍 所以是8倍 那2m給它開三次方 所以R' 除以R 是等於2倍 也就是說R' 除以R是2 所以是4分之1 乘以2 所以是2分之1 變為原來的2分之1倍 也就是說 這是D的話 這個是2分之1G 是4分之1 是4分之1 是4分之1